朋友也是同行 今天刚刚收了一辆 只有两个月车龄的最新款 丰田卡罗拉 下面我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车到底怎么样 大家看到了吗 眼前的这辆就是丰田的卡罗拉行 这车是今年最新款的 最新刚推出来的 而且它还是一个最高配的车型 新车指导价已经高达15万9千8 这么一个价格了 也就是说这车全部办下来 已经接近18万了 全车原版原期 一共跑了2000公里 没有任何的色插横 这个颜色是叫做天青石金属色 可以说这个颜色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的 新款卡罗拉一推出来 我就感觉是一个质的改变 比上一代的那个卡罗拉要好看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这一代的车呢 我感觉这好像小了一点 有可能是这个车头的事 车尾呢也进行了一定的收缩 反正现在丰田的造型啊 都是往紧致方向去走 但是我也看了数据表了 这车是尺寸真的比上一代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差距 那有兄弟们就会为了 我花17 8万 买一个接近B级车的一个价格 我买一辆卡罗拉到底值吗 反正我感觉吧 如果这个价位的话 可能有些不值 但这辆车开起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首先第一哈 它这个油电汇合 第二呢 才这个高配版本 高配版本 它里面那个大屏啊 我感觉真的除了特斯拉就它大了 大家可能一直会说哈 风情的车动力太弱 但是油电混合 风情还是绝对动力一点都不弱的哈 这车零百加速 仅仅只需要9秒多 9秒多在这种A级车 紧缩车型里面 算是成绩非常好的了 全车4米6的车长 1米8的宽度 反正普通家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再给大家看看这车的内饰哈 方向盘 也是最新款式的方向盘 带多功能的 中间这个大屏 哇塞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特别爽 这个屏幕 以前呢 风田就比较的扣门 全车都是硬塑料 但这车 它上边 全部都是糖素的材料 包括这座椅 也是皮的 但是再好的车 也有它的不好处哈 就是这个车的定价了 定价实在是太高了 大家看到了吗 这车哈 还是整体来说比较不错的 唯一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它的价格售价实在是高 但是我们买二路车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价格往前给它压一架 那这辆车呢 现在在二路车市场上的价格大概是在16万左右这么一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两个月的时间哈 已经为咱们省出了固执税 那大家感觉这车怎么样呢 花16万买的 但是我感觉哈 还是有一些略微高的一些 等它再降一降 也值得大家去买 那大家觉得这期视频怎么样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